後來 民進黨立委林楚音 今天講 蔣萬安 以及五黨籍的臺北市長參選人黃珊珊 都要上吳子佳的節目 他質疑蔣萬安 黃珊珊不惜蒙蔽律師 實現公平正義的良知 只為了挺高宏安 幫吳子佳脫罪 作詞藍白河的利益交換 讓他顛覆了三關 林楚音說 吳子佳抹黑沈惠紅 已經罪證確証 蔣萬安竟然還想幫吳子佳護航 瞎扯視國家機器動起來 司法檢調成為執政者的英錢 有律師身分的蔣萬安 之前高舉道德的大旗 批評別人家對他抹黑 現在選擇跟抹黑造謠的人站在一起 更進一步詮毀被害人 完全顛覆了他的三關 林楚音說 同樣是律師出身的黃珊珊 不顧柯文哲都已經聲明 吳子佳的言論是在抹黑 也是一樣 要上加害者的節目 幫忙站槍 為什麼會這樣 來 我們來看貝西 看到柯文哲 蔣萬安主動上前握手 藍白同場幫新島議員侯漢廷新出發表站臺 柯蔣座位可以隔著侯漢廷 不過兩人先前 才因為蔣笑言炸彈說何空絞鋒 說不尷尬 但柯文哲也沒跟蔣萬安有態度互動 蔣萬這頭拼藍軍歸隊 另一頭則跨區槓上 民進黨新出市長候選人沈慧紅 沈慧紅提告美麗島董事長吳子佳 被蔣萬說是司法監調成為民進黨英權 讓民進黨立委林楚音怒鬼槍 林楚音痛批蔣萬身為律師護航吳子佳 他跟黃深山兩個人分別在15號跟22號 上吳子佳節目 選擇跟造謠的人站一起 沈慧紅也炮轟 蔣萬安挺抹黑 這是是非的問題 我們國家機器絕對不能夠成為 政黨鬥爭的工具 我是接受到媒體的邀請 之前他們沒做過什麼事情 跟我沒有什麼相關 藍白戰將 一個緊咬國家機器 另一個嘴巴閉痰 卻用行動力挺上節目 候選人跨區交火繼續延燒 我看了這個畫面 我還是不得不想講一下 柯文哲去阿美蔣萬安 他的腦袋 說因為黃珊珊說 你們不要一直問我 宋楚瑜為什麼沒有出來挺我 你們要去問的是 蔣萬安的爸爸蔣孝遠 怎麼沒有出來幫蔣萬安站台 結果柯文哲再站一聲說 可能是蔣萬安的爸爸 背了很多炸彈吧 我如果現場 我做人家 你現在那麼多攝影機 你跟我講 你說我爸爸背什麼炸彈 你說 逼他講吧 那個時期啊 應該要這樣子啊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又有鏡頭又有畫面 然後又有標題啊 如果柯文哲打不出來的話 那蔣萬安就大勝了啊 而且不應該 應該要鋪上去 揪住柯文哲的臉子 給我說清楚 你不要跑 我爸爸有什麼炸彈 這個才是孝子嘛 對不對 孝順的兒子 應該這樣嘛 可是會不會他也擔心柯文哲 萬一真的講出炸彈 這樣子毀了自己的現場 不知道 他們之間的這些秘密 可能 因為柯文哲搞不好 應該沒有啦 因為我看他那個回應 那個記者就問他說 你不是講人家說什麼 他講校園背了很多炸彈嗎 然後他就說 好啦好啦 下午我再跟你們講 你業務有種你就在現場講啊 怎麼又需要下午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天寧 為什麼就明明知道 吳子家是造謠者 黃珊珊如果要去 這個什麼 蔣萬啊如果要去 我覺得道德倫上啦 我念一下那個選霸法科普一下 選霸法第104條說 意圖使人不當選 然後用文字 圖畫 錄音 錄影 演講或他法 散佈謠言或不實之事 那天那個董事長開講通通都有 所以吳子家董事長真的要請律師 因為真的很有可能會觸犯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這樣這種情 這是要冠的呢 這有刑法責任的 而且他自己因為知道有刑事責任 所以他才趕快對外公然在節目上說 就是因為被柯文哲騙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就再講一次也應該謝謝收看了 今天是這樣前行之下 結果黃珊珊跟蔣萬安分別都去 那代表什麼 代表的就是說 他們繼續為了要勝選 不惜把那個抹黑的節目繼續參加 不惜參加造謠者的節目 在所不惜 因為他會認為選民都健忘的 反正我繼續參加 藉著吳子家董事長的這樣的影響力 藉著他的聲量 我可以增加我的聲量 因為現在三個都嘛 我選擇稍微看 我可能就能動算 而不在乎任何這樣的過程當中的抹黑 負面選舉 這我覺得台北市長選舉這一次 真的是我認為史上最沒有看頭 最負面 而且這兩位讓人家最跌破眼鏡就是說 過去的文文儒雅的樣子 結果都是選擇一個最骯髒的選舉方式 思綺 我要補充的就是說 我覺得蔣萬安好奇怪 就是為什麼他在面對大家問他 為什麼要上吳子家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竟然回答說 國家機器不可以 就是你在牛頭不對 馬嘴什麼東西 就是好像是一個平行時空的人 完全沒有活在現實 好 那無所謂 反正你們就是搶吳子家 黃偉翰這一群 想要看他們節目的人的這些票 但是我覺得黃珊珊更不應該 儘管你們要的票 你跟蔣萬安要的票 是同一個籃子裡面的票 可是你黃珊珊 你跟沈慧紅是姐妹桃內 你的好姐妹被人家這樣糟蹋 然後你說 那他們之前的事情跟我沒關 你撇得一綱二進 怎麼可以這樣 就是你跟柯文哲 柯文哲是告訴了吳子家 這個胡說八道的搖搖 而吳子家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去造謠攻擊你的好姐妹 然後現在變成這種局面的時候 你完全無視於你跟沈慧紅過去的交情 他們的事情跟我沒關 做人不可以這麼沒有道義 我覺得去上這個節目 蔣萬安就是傻你傻氣的 呆頭呆腦的 就是人家問問題 他都回答不出來 我覺得黃珊珊比蔣萬安更不應該 因為你們有私人情疑在 人證物證俱在 吳子家已經講了 他是接收到柯文哲的夢騙 你黃珊珊還可以講這種話 我真的覺得 黃珊珊真的是沒情沒意 我補充一下石齊姐剛剛講的 但黃珊珊已經不是過去 那個理性專業的黃珊珊 他算起來算起來就沒辦法 為了要跟蔣萬安強同一群票 他只好變得更酸 然後更辣 然後完全沒有邏輯 沒有理性 因為要跟柯文哲一模一樣 他才能夠去跟蔣萬安強票 所以吳子家這一件事情 就如剛剛大家所說的 吳子家的董事長開講 對的就是同一群人 而不管藍營或者是白營 現在同樣要爭取這一群的選票 但這一群的選票如何分 就會關係到黃珊珊會不會被棄保 或者是蔣萬安會不會被棄保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蔣萬安就說黃珊珊像西瓜 因為他就是崩催兩邊倒 你依照他的理性 他的專業完全不見了嗎 談到蔣萬安 說他也要去參加吳子家的節目 蔣萬安他寫了新書 叫台北萬安 我想請教一下朋友兄 你看了沒 看了 那看了以後有什麼這個發現 我發現他有很多這個 隨便亂掰的東西 亂掰 真的是亂掰 然後呢 這裡面啊 我先講一個結論 他這個花了很多篇幅講說 他是怎麼樣子 發現說他是蔣經國的 什麼後人 然後他講說他爸爸 他叔叔是怎麼痛苦的 經過一番掙扎 才進入蔣家的門 但是呢 他裡面還有寫很多什麼 他在加州矽谷 如何的生活 如何的創業啊等等的 他在矽谷待了很多年 但是我就覺得很訝異的是 矽谷有一個地方啊 叫做什麼 史丹佛大學 矽谷那邊很有名的 大叫史丹佛大學 史丹佛大學裡面 有一個胡佛研究中心 胡佛研究所 胡佛研究所裡面 有重要的歷史文献 放在那裡 就是兩講日記 結果他在那邊住十幾年 他從來沒有去過 然後這本書裡面 兩百多頁的書 一句都沒提說 哎呀在矽谷那裡 有個胡佛研究中心 我那個什麼人 他的日記在那裡 說實在 他有沒有去看啊 他有沒有去看啊 沒有啊 全書我特別注意啊 提都沒有提 那是蔣卿佛的孫子 他沒有去看 反而是黃青龍去看啊 他對啊 所以說今天換了你我好了 我們爬啦 我們什麼人 還有什麼東西在哪裡 你報名也爬去看 難道你沒有如目之音嗎 難道你沒有對這個祖先 有那種感情 有那種好奇啊 如果是我們阿公 這麼多日記 我會想要去看 那一定的 所以說 這就是人之常情嘛 你完全都沒有 提都沒有提 為什麼啊 然後你講一大堆說 你怎麼姓 假 你的名字 這裡書他不敢講的 因為上次他已經被一堆人打臉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是什麼 你就罵牌貨嘛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去那裡的話 我看他書裡面有很多次都提到 他是蔣家後代喔 對啊 是啊 但去那裡的話 在那邊負責 典藏 這個兩蔣日記的 我們那一位女士 他一再的講 就是說 他們不是蔣經過頭的 嗯 一再講啊 所以 我覺得 這就是可能他不敢去的原因 嗯 因為 真正的 在管這個 兩蔣日記的 嗯 他就明的講嘛 一再的 一再的講 你看耶 這個不好意思 我猜個話 他書裡面啊 這個在第四十三頁 六十三頁 對不起 他說啊 切不斷的血緣關係 他說 不過啊 雖然我沒有在蔣家成長 也沒見過祖父跟曾祖父 甚至呢 跟一般人一樣 都是在電視裡面看到金國先生 但血緣上的關係 卻是永遠切不斷的 記住啊 他是蔣家的血緣 或許啊 老天有他的安排 我跟蔣家的長輩 其實有過一面之緣 而且早在就讀幼稚園的時候 就發生了 當時啊 我跟陳語權 陳語權就是陳里安的妖兒 小兒子 是非常要好的幼稚園同班同學 有一次啊 我去他家玩 車庫門呢 突然開啟 慌亂中有人說 晚安 你快準備一下 到大廳去見夫人 他夫人特別掛福 宋美玲 他說還不滿六歲的我 在搞不清發生什麼事的情況下 莫名其妙被帶到大廳 看到一位啊 和蔼的老太太 親切的跟我握手 還摸了我的頭 那時候有很多人 圍在旁邊 我不清楚 他知不知道我的身份 但我猜想 旁邊的人是知道的 所以呢 才會特別叫我去大廳 跟他見面 後來我從父親的口中 得知自己就是蔣家後代 上那間感受很強烈 原來小時候 我和曾祖母見過面啊 時期 人家跟蔣宋美玲 是見過面的耶 但是被人家挖出來 就好奇怪喔 蔣宋美玲 當時人在美國 那他見的了 這位夫人到底是誰 因為這個 已經被整理出來 事實上 管人見整理的 對 那事實上在蔣萬安 念幼稚園的那個年齡 那段期間 其實蔣宋美玲 是在美國的啊 他根本沒有回來台灣 所以不會有機會 見到萬安啊 而且不只是這一段 被管人見撈出來 說年份不對 另外還有一段 也很奇怪 他整本書我都覺得 好像 好像一個 一個幻想小說一樣 也不是科幻 就是一個未來小說 穿越劇 有點像穿越劇 因為他說他的從政 是因為參考了後裔 砌兵這影集 那他參政是2015年 選立法委員 可是後裔砌兵是2020年的年底 十月才上映 所以他 那不就跟高鴻安玩數據機一樣 對 就是兩個人 應該可以組成一個team 就是他們都有預知未來的能力 知道知道未來五年之後 有一個叫後裔砌兵這個句 這個很奇怪 他裡面還有一些 讓人覺得不對啊 有點質疑的地方 這個 我書來跟他再報告一下 因為我覺得台灣 很多人都有作兵 幾乎都有作兵 作兵的人對這個事情 感受很深 因為蔣萬安寫這本書 特別請了他的國中老師 叫薛錦英 幫他寫了一篇叫 《我的學生蔣萬安》 然後他說有幸跟萬安絕緣 是在一九九一年夏季的新生訓練 台師大 他是師大附中國中部 071班 是我這個附近附中 擔任導師的第一班 這個薛錦英老師 薛錦英老師 對蔣萬安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呢 請大家看一下 他說國中三年 萬安在運動比賽 地造家機大放一彩 100公尺金牌 所以短跑厲害吧 短跑厲害 跳遠金牌 而且還破校運記錄 400接力 大隊接力 都勇奪冠軍 最令人懷念的是 對不起 他說大隊接力 大隊接力 他跑最後一棒 通常跑最後一棒是什麼 最厲害的 最快的 速度 最會衝刺的 最會衝刺的 來再看 萬安娜 不僅是路上跑跳的好手 在水中游泳池裡 也是一尾迅速 迅捷勇猛的游龍 曾經榮獲100公尺蛙式金牌 也破了校運紀錄 50公尺自由式的金牌 所以他短跑 大隊接力還有跳遠很厲害 還有什麼 游泳 游泳 籃球也很厲害 籃球運動也是萬安的強項 他不只是籃球校隊 也是班上的主力球員之一 曾經帶領班上獲得班技籃球比賽的亞軍 籃球 跑步 游泳 都一直破校運紀錄 不好意思 追尖盤突出 補充兵做14天 不好意思 請教一下這個仁俊 你也滾汗 是 這樣有辦法 應該這樣講 體退有一定體退的一個標準 那有時候我們是很難理解 比如說像扁平竹 外觀跟大家一樣 但是因為扁平竹之前 其實在體會的判定上面 他就是會可以判定就是說 你這個當兵 可以當戶不要打 而且我必須 我先必須講清楚 就是說國軍在體會判定的 這件事情上 不會因為一次性 就讓你判定 但是這裡面其實會凸顯出 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剛剛你念的書裡面 我第一個看到的是一個 記憶力超強的蔣萬安 幼稚園見過誰 可以這麼清楚的描述出來 不好意思 我有時候連昨天吃什麼 我都不太記得 就誰會記得自己四五歲的 那個幼稚園的 除非他有照片或什麼我不知道 就是說他居然可以這麼清楚的描述說 原來我幼稚園的時候 曾經見過那個誰誰誰 這點我老實講 我個人非常佩服 第二個 你剛剛所念到的那個 不僅是一個記憶力超強的蔣萬安 還是一個體力一級棒的蔣萬安 什麼都會這樣 好像插一個不會飛 搞不好他會飛 我不知道 插一個模特兒做兵 就是你會看到 居然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匪陶匪 你知道嗎 就是他在各項居然都是一個 我沒有問題 這個我沒有問題 但是我就講就是說 為什麼在這個階段裡面 因為你那個書名叫做什麼 臺北萬安 我只看到叫好棒萬安 就他其實跟臺北的連結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卻是在這裡面一直不斷的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個精英 其實我是個很棒的 其實大家不認識蔣萬安 他是一個這麼優秀跟一個這麼強大的人 所以我還是這樣講 就是說誰把蔣萬安跟蔣經國連結起來的 不好意思 蔣萬安各人 你剛才說 如果是我阿公寫這麼多拍 寫這麼多日記 我拍也給我拍看 我不一定會去看 但是如果有人去看了那個日記 告訴我 你阿公 抱歉 你可能跟我們家沒什麼關係 我肯定去 因為這裡面其實最大的問題 不是在他寫了什麼日記 而是這個日記內容 其實有提到他的聲勢的這個狀況 但是蔣萬安選擇的是 我當作沒看到 我當作你們的質疑 我都不知道 那個日記我也不會去看 為什麼 反正我心裡認定是就是了 你看書裡面 他一直在強調他跟蔣家的連結 都頭最早是向你操作 這一集 就是國民黨自己 就是蔣萬安自己本身 來 蔣萬安的體能這麼好 不當兵太可惜了 不但應該要當 應該要進金城聯 他當兵是2003年 他上成功嶺 就當了十二天補充兵 有人說那個時候好像是陳水扁在執政 但是我要搞清楚 那個時候蔣孝妍是立法委員 而且我們知道 那個時候阿扁當當執政 說難聽一點 軍方根本就壓不住轉角 軍方還是挺國民黨的 所以你要說 保持說因為是阿扁執政 所以說他那個時候被厭退是沒問題的 這個我打一個問號 第二個我比較想講 我也打一個大問號 我是真的打大問號 體能這麼好還可以深蹲 所以還可以打籃球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蔣萬安這次出這個書 會是一個大的引爆點 因為大家會抽絲剝繭 這個時候作為不應該出書 你出書的話 請問一下 很多大會被他比對出來 他說他念幼稚園的時候 在陳旅安家裡碰到宋美玲 請問一下 幼稚園小孩會自己去同學家玩嗎 不可能吧 他的媽媽你會帶他去 那這麼重要的場合 會有可能跟宋美玲不期而遇嗎 那個時候宋美玲要出訪 整條街都封起來了 所以講這種好像剛好碰到 而且管仲堅說蔣壽美玲 那時候在美國 那時候在美國對不對 難道你自己說什麼 你是走奪拉艾摩的任意門嗎 一下到美國 一下到台灣 一下到美國 一下到台灣 跳來跳去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會越來越露現 然後不斷的吹捧自己 那我覺得到最後蔣萬安 你要不要回應 就是你說你幼稚園 見過蔣壽美玲 那個時候人家已經拆穿 你明天要不要回應 而且有沒有人證 有沒有物證 有沒有市證 不是你嘴巴說一說 可是他還在想要 要蹭蔣壽美玲 他就要深藍的票 他要蹭蔣壽美玲 又蹭蔣真國 對 就是他還是覺得 那一塊是他可以 雖然很多年輕人 對蔣壽美玲很陌生 他要抓的是那些深藍的票 所以你看出來 他出什麼書的目的在哪裡 好 那剛剛講到蔣萬安 這個去參加吳子嘉的節目 這個就會牽涉到高宏安 這個也是陳輝文 陳輝文 他在鄉民大會上說 高宏安在2020的總統大選中 提出了調和式民調 聲稱只有蔡英文跟郭台銘 定國基 國民黨才會贏 不過民調專家卻從來都沒有聽過 調和式民調 陳輝文意思是說 高宏安可能自己败的 這個要拉抬郭台銘 陳輝文又說 高宏安在2020總統大選期間 去到這個一個節目 罵韓國瑜批李嘉芬 這樣做就是為了要幫 輸掉黨內初選的郭台銘出氣 上電視罵韓國瑜李嘉芬 就是高宏安 高宏安就是郭台銘的側翼 他就是這種人 新竹的鄉親你不要被騙了 結果他竟然在節目上 像你們這樣 竟然站起來跟大家鞠躬說 我跟你們鞠躬 拜託你們不要偷高宏 好 來我們來看 綠線TOD打造主客 擁有交通專業的沈慧紅 繼上禮拜提出交通證件 十三號再端出政策牛肉 提出新建兩條輕軌 以及四個轉乘計畫 要翻轉城市交通 做到無縫轉乘 繼上週的交通一三五 今天我提出兩條軌道 四個轉乘計畫來完整我們整個城市 未來的交通願景 沈慧紅端出交通政策 邀讓所有市民自在暢行 另一頭剛紅安則是來到十八 尖山敗票評選站 謝謝 謝謝 與民眾握手打招呼 剛紅安身旁的白衣男子 正是國民黨前立委呂學長 說是在活動中巧遇 但剛紅安敗票過程 他也一同跟著向民眾打招呼 根據林傳媒的最新民調 新竹市選民支持度 高紅安以百分之三十七點三八領先 而民進黨沈慧紅則是一百分之二十九點六八緊追 另外林根人則是百分之二十五點零八 敬培莫座 不過再從政黨屬性支持度來分析 國民黨的支持者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二四 表態會改挺高紅安 民眾黨的支持者確實有百分之一點六五 會挺林根人 有兩成的國民黨支持者會投高紅安 藍白河氣寶是否發酵 新竹選戰藍白河或不合傳言沒斷過 民進黨沈慧紅則是繼續端出政策 要用施政規劃爭取選民認同 這裡啊 因為陳薇文一講以後 這裡有一個叫脫北者檳榔 他說藍營群組看見輝文哥的論述以後 紛紛炸鍋大罵高紅安 中ING啦 輝文哥 你的一席話讓韓國人們結選了 這真的是不敢 他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希望藍營要看清楚 新竹人看清楚了高紅安的正面目 耍嘴皮子還會搞是非出來 創造負面能量 弄一堆名嘴艾草的題目 什麼殭屍帳號好可怕 他才剛開始 哇 真博士假博士都很可怕 頭靈更人頭腦最正常 是那個不安好心 安就是高紅安的安 太多了 嘿 我沒有想到反應這麼激烈 請教一下天然你怎麼看 我覺得仁俊剛才講的就是說韓國瑜 以及他的這些支持他的這些媒體人吧 然後以及韓粉他要試一試看看他的水溫 所以你看看說他去高雄 他幫忙站台的就是那個時候因為寒流 而當選的這些韓粉議員 所以你看他現在針對高紅安去算過去總統選舉的舊帳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他就是要告訴朱立倫 我是最有能力讓國民黨的提名人 林根仁這個起始附身的 你主席來幾趟都沒有用 是我韓國瑜才有用 那這下去有沒有用呢 如果照剛才這個洪怡大哥你念的這個部分 看起來還蠻有用的 就是說如果說他現在想要炒作一個氣藍保白 可是韓粉是最深藍的這些支持者 他們轉不過 還會跟你演唱的時候 我看你再過於下一個禮拜 這個輝文講完的下個禮拜再做民調 那兩層就回來了 搞不好臉本代曆回來更多 所以在新竹現在的這個選情 是動態發展當中 不過我想請教你 因為民進黨事情你比較知道 因為現在苗栗市三喀都 台北市三喀都 平央也三喀都 還有一個什麼 新竹 新竹也三喀都 這三喀都的選情怎麼樣 其實三喀都的選情裡面 這個民進黨都有勝算 目前可能的勝算最明顯的是澎湖 因為澎湖的話是現任的縣長 民調保持第三 然後這個馬公市長 民調保持第二 那兩強完全分開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在澎湖的這個沙喀都 是比較穩定的一些 陳光復 那苗栗就很特別了 苗栗是我們民進黨 這個是相當困難的 這樣的一個 幾乎沒有執政過的一個地方 不是幾乎是真的 特地 沒有執政過的地方 七十幾年 全台灣就唯一沒有執政過的地方 除了金馬以外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目前徐定征也是這個些微領先 但是焦灼的就像台北市 新竹市 像麻花般的滾來滾去滾來滾去 所以你現在就定調說新竹市 已經氣藍寶白 我覺得言之過重 好 這樣好 來 這個 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 大人跟林哥人 他跳出來講說要記 他還正男軍嗎 我覺得不要自己講 請我們朱立倫主席簽了你所集中選票 朱立倫是幫高鴻安講話的 沒有 所以我說沒有 所以 是真的不然這個 我教他之前的問題 所以的確 那我覺得基本上 這個陳輝文的確是頭腦比較清楚 因為老實講 你今天翻越過去高鴻安他的事蹟 他的確過去沒有要跟韓國瑜 或沒有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當他跟他利益有關的時候 跟他的立場有關的時候 他毫不留錢攻擊國民黨候選人類 那大家不要忘記過去 反正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不要再忘記他過去的事情 所以這才是一個 我相信 經過陳輝文今天這樣一講 為了呼籲林哥人團隊 這還是個正確邏輯 不是說我們要去攻擊高鴻安 而是要讓選民 或是藍營的選民 認知說高鴻安並不是一個 真的正男期的人 沒有藍白河的事情 高鴻安選上新竹市長之後 請問他會分杯 給國民黨任何人嗎 不會嘛 所以這態勢是很明顯的 環哥最後花個簡單時間回應一下 剛剛講完的事情 講完其實是他老師講的 也是一些體育的活動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講完 我們講體育活動是真正 我相信老師不會說謊 就是說他體育是真的好 只是我的懷疑就是說 你體育好成這樣 你竟然說你 什麼 腰椎肩盤突出 然後不用 然後當補充拼14天 我在做兩年 我就覺得說 其實時序是很清楚 因為他老師講 他國中的田徑隊跟那個 我沒有否認這個 對 那他的那個椎肩盤突出部分 其實他大學 他有說他大學的時候 而嚴重的時候 他是下不了床的 那當然後來大學結束之後 怎麼要當兵的時候 剛好就下不了床 其他時間都很好 當兵的時候 沒有當兵的時候很多人會說 當然當兵的時候 他有說醫生建議他開刀 因為開刀其實是比較嚴重 椎肩盤突出他要開刀 但他有 大家去看一下 他其實是先進入成功零 就已經有新訓 如果說真的是有種特權幹嘛的話 其實一開始喬一喬 他要開個醫生證明 所以要不要突出 就不用去當兵了 所以從這奴機來看 其實不代表說 當時真的有特權或幹嘛 他有提出證明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 要證明 那些都拿到證明 不然是怎麼說 不用做兵 不用做兵就是這樣 拿到證明 這張卡 一般普羅大眾才拿不到證明 來 不好意思 來 蔡老師 剛剛講到講 他在2003年他去成功零 那個是新兵訓練中 可是我們知道 他是1978年出生 他那個時候考上大學 18歲 1996年 那個時候還要大專輯訓 像我們都有韓訓 蜀訓 兩個月 所以大專輯訓是到1999年才結束 我記得我在成功零的訓練 比我們新兵中心還要嚴格 那時候很超 所以我說他成功零可以過 除非他成功零也認退 他大專輯訓可以過 他為什麼當兵的時候不行 因為時間才沒隔幾年 所以我會覺得他講的那些理由 會被人家質疑的地方 而且這件事情會一直跟著他 如果他要選總統更麻煩 因為你後來是三軍統帥 三軍統帥 如果是逃避兵役 是對其他人來講 情何以堪 老實講 我們絕對沒有證據說 他逃避兵役 因為他一定有領那一張證明 我現在是要讓大家知道 夭壽這個人 勇猛到像什麼一樣 結果他不用當 他幫補充兵十四天 對 那個問題就在於說 因為他既然是路上跑跳的好手 又是水中小龍 勇猛的游龍 然後他現在也時不時的就會表現 他打籃球很厲害 然後他不是還舉那個 對 槓鈴 對對對 然後看起來 哇 身材很健美 就是說 怎麼以前很棒 現在也很棒 可是中間的確你卻 中間很弱 對對對 你在那個關鍵當兵的時刻 你卻沒有當兵 你一定有證明我相信 可是那個就是一個觀感的問題 為什麼這一些貴公子們 而且是國民黨的貴公子們 多數都不用當兵 他就回到了 跟連聖文當時的狀況一樣 你們都是權貴子弟 你們都高人一等 所以你們身體像是角龍一樣的好 可是你們通通不用當兵 所以那個會有 會有那個相對剝奪的感覺 權貴嘛 貴公子嘛 那蔣萬安其實一直 一心一意的要洗刷自己 是個貴公子這樣子的形象 所以他就一直很糾結 在大眾運輸這個議題上面 我覺得 所以他怎麼去做捷運 才需要拍照片 對 這就是我講他 他一心一意想要表示說 其實我跟大家都一樣 所以你看我搭捷運喔 我PO一個照片 然後公車 你看我對公車也是很有想法 可是每次都摘跟斗 那你越想洗刷 可是卻又更加證明 你果然是個貴公子 你知道我做拗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做拗勞的就是說 委員你有做兵嗎 有 你做多久 一年 你做一年嘛 我最拗勞的就是葉原資 李明賢 黃子澤 這個 都有做兵喔 就要去拿那個沒有做兵的說明 去把他捍衛 我實在很難過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不是國民黨內的權貴 好 那不過石起請教你 陳時 他說 我們說陳時中紅酒 說黃珊珊死貴 你覺得他什麼 我覺得他的策略是要定調說民進黨就是政黨的貴族吃相喝 有一點跟柯文哲的講法有一點呼應 你們都是這種有權力的權貴 喝紅酒等等的 然後他目的也是要把自己放成說 我們都是平民 我們都是普羅大眾 所以我們是有階級上面的不一樣喔 我跟你們是一樣的 那至於他自己是什麼 他自己就是個貴公子啊 他當兵也是貴公子 他不搭大眾運輸也是貴公子 然後現在想要把貴公子這種貴公子 貴族的形象丟給別人 我覺得他就是更加提醒了說 真正的貴公子 那我們可以說他是白松露嗎 白松露 白松露 加魚子醬也不錯 因為白松露比黑松露貴 對 白松露更貴 對 好 魚子醬 魚子醬也可以 對 有特殊相信 你看他是怎麼定位他自己的 他說2018年的時候 就有人叫他出來選了 他說鞏固我在國民黨 終生代接班人的地位 穩賺不賠 這寫兩次喔 這個是25頁 後面喔 你看我看有沒有直訊 講完 你要給我一個粉絲獎 然後到了2004頁 他又再寫一次 你是不是要選台北市長 他說這樣子 更能鞏固 我在國民黨 終生代接班人的地位 是個穩賺不賠的選擇 我請問一下 國民黨是通過哪次大會 哪次常會 決定說 有這麼一個 終生代接班人 到底是誰 給他這樣許諾 到底誰在栽培他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說 這就是怎麼樣 真的是 像他們 黃 黃子貞 很可憐 很機殘 拚看有超級的機會嗎 施議員 好不容易提名都不容易 他的地板是你的天花板 簡單的講 我做兩年兵的 要去幫那個誰 幫那個幾乎不用做兵的 去替他講 我是覺得也很比喻 陳時中 好歹也當了兩年的醫官 陳時中也出書 陳時中的書 其實讓我們看到什麼 是一個建宗畢業 結果考上北醫牙醫系 曾經一路一字 一度成成失落 甚至灰心喪志的人 然後他後來怎麼樣 在當兵的時間 被他的同學鼓舞 後來他勵志加強 然後去考國考 考上牙醫師知道 然後把當時代 一般人對牙醫師 不是很尊敬的那種狀態 提升他們的位階 讓全國牙醫師 大家尊敬他們 這是陳時中的奮鬥過程 我們看這本書 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我覺得實在想不出一點動力 去買他的書 這本書我想到 是國民黨被人家詬病說 不栽培年輕人 不給年輕人機會 都只有權貴跟老人 這本書極大成 你看他一開始就講說 我講家我講家 然後後面講說 我多精英 我多精英 剛才你念的那一句 真的是讓我聽了很反胃 說什麼 我是被什麼指定 可以卡這個位置 我可以被指定為 中生代的什麼接班人 你記不記得高雄 有一個很努力去參加 前陣小港初選的年輕人 很高的 他被做掉了 他被弄搞掉了 結果國民黨臨時徵召成立 那就把他做掉 秒死 就是說立刻就掛了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這本書 大家應該值得去看 就國民黨為什麼多年來 得不到年輕人的明星 為什麼多年來去扼殺掉 年輕世代的這樣的發展機會 這本書剛好證明了一切 黃子澤如果看完這本書 真的會吐血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蔣家的人 我不是蔣家後代 我的老爸不是蔣孝顏 所以我到今天為止 連個黨內初選都被戳掉 還當蔣萬安的發言人 還幫他講話 不是很可悲 這是情何以安 所以他就是說 你講這本書就證明說 他把他自己當作是 國民黨的接班梯隊 清訂的接班梯隊 那就是很封建的想法 非常封建 因為我是蔣家後代 所以我就應該可以接班 我就可以繼承我阿祖 我阿公他們的總統之路 我就是下一個講總統 所以我真的覺得 沒錯 他真的這樣想 真的是這樣 他認為他天命難為 老天讓我出生在蔣家 我怎麼違逆呢 是不是 天眾一名 天命難為 都是老天給我的 那我當然順理成章 但是我覺得 對國民黨的年輕人看的時候 相對剝奪感會非常的深 真的 我覺得指責這本書 你不要當蔣萬安的發言人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是 我還沒吃飯 你但是也是要討 你別再說了 好來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國民黨南投縣長參選人許舒華 競選總部的副主委叫林坤毅 在太太 縣議員唐小芬支持者的LINE群組 公開徵求對手民進黨參選人蔡培惠的坐車車牌號碼 在LINE群組打出請大家把今天晚上蔡培惠去草屯保安公的路虎坐車跟車牌號碼都PO上來 這個事情引發爭議 由於過去林坤毅曾經被媒體披露涉及暴力事件 蔡培惠坦言自己這幾天睡得非常不好 她擔心自己的競選團隊 那為什麼蔡培惠會怕成這樣 她說要車牌號碼到底是要創什麼 那為什麼她的陣營要做這件事情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這段話 許淑華的論文引起非常重大的爭議 那麼很多人認為是有問題的 現在又爆出說她的這個競選幹部 竟然要去跟這個調查蔡培惠的車牌號碼 這樣到底是要創什麼 來 我們來看VC 結論是論文的原創性是屬於我的 許淑華被檢舉論文涉及抽席 逢甲大學公布審查結果 部分內容不當抿述 但未達違反許淑倫理情結重大程度 所以不需撤銷碩士學位 我沒有註明出處的地方 這是我的書篇 這個部分我會依照學校的要求 盡快的完成修正 只是完成已久的碩論能修正五件 最新揭發許淑華論文案的高雄市議員候選人 吳沛榮透批 無疑是朝高等教育的學術倫理 揮出遺跡重拳 顯然並沒有把他抄襲 研席論壇的這篇文章做一個比對 所以這個審定過程本身就有瑕疵 你為什麼故意忽略他侵權的部分 吳沛榮認為封駕審定過程跟共識學有嚴重瑕疵 呼籲教育部儘速召開學術審議會工作小組會議 邀請學者成立審查小組 將學校認定情形 送請相關專家提出審查意見 不過馮甲副校長再三強調校方立場 我相信這一個結論出來的話 可能各界都會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所以我們在一個獨立的運作之下 我們也尊重我們所找的專業委員 對於許淑華論文引用瑕疵 民進黨籍南投縣長付選人蔡培慧 反專說論明明不當無數還強調清白 我們覺得非常的有趣 論文馮甲也提醒有瑕疵有不當 這件事情該檢討就檢討 該改善就改善 這跟清白有什麼關係呢 無論是領嘴或者是候選人 包括色意對我的論文再提出高見 為了維護我個人跟我學校的生意 我一定會提到 許淑華喊話將要以送指棒 而馮甲學輪會的審定結果 引起部分學者及政壇人士不滿 在先新正常 許淑華競選總部副主委林坤毅 林坤毅的太太 現議員唐曉芬 他們有一個群組 這群組有345個人 然後呢 這個林坤毅呢 就是說請大家把今天晚上 讓蔡培會去炒囤保安公的路虎坐車 跟車牌號碼都PO上來 現在要連線這個 南投集集鎮的政長陳季衡 季衡好像這次也擔任蔡培會的發言人 那請教一下這個陳政長 他要車牌號碼幹嘛 好我們知道 那個他後來是辯解說 他索取這個車牌號碼 是要幫蔡培會來安排停車位 不過他是另一個公廟的幹部 不是這個公廟的幹部 然後而且我們知道 我們做過這些相關的安排 我們都會禮貌的 私下跟當事人來做一個詢問 而不是在一個自己的支持者的群組 公開去做一個徵求 然後在晚上10點多這個時候 然後搭配林坤毅過去的言行 確實會讓人家感到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在2011年的時候 林坤毅曾經在酒店毆打 其他的現任議員 因為他在酒店裡面一直 要跟這個議員來聊政治的事情 但是他們兩位是不同的政治立場 因為被毆打的這個議員 他是民進黨的 然後他就 因為他一直不想跟他聊 要避免衝突 我們都知道說說政治很容易吵架 那他就一直避免跟他談政治 但是林坤毅也是不開心 覺得你怎麼可以不跟我聊 他就一把把他打下去 然後 而且跟他的保鏢一起 把他推倒在地 再踹他 這個算是蠻自人傷害的這個議員 是相當的明顯的 所以說他有一個 毆打政治立場不同的人的一個紀錄 那我們跟他們 是在這次南投現場選舉上 是個競爭的關係 也就是所謂的政治立場不同 那他想要鎖取我們車牌 會使人心生恐懼的 那他鎖取車牌之後 我們不知道他是要跟蹤我們 然後知道說我們的行程 知道我們拜訪過的人 然後讓我們的拜訪過的人 也會有所顧忌 還是說用一個嚇回輸的方法 來做相關的處理 我們知道現在這些相關的 拜訪分子 其實他們在打人上面 也已經有所進化了 不會說直接公然在馬路上去打人 他們會怎麼做 他們會製造相關的行車糾紛 行車糾紛 然後再對此去衍生 然後把讓警察那邊看起來 這個是一個行車糾紛 而不是所謂的尋仇 那到時候就算沉醉 他們的罪行也會比較低 所以說林坤毅 我們政治立場不同 然後他過去的嚴巡舉止 他在半夜來鎖取車牌號碼 而且還不是跟當事人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會使人家心生害怕 那裴慧這幾天 也真的壓力很大 都睡不好 然後他的媽媽也非常的擔心 整天都睡不著覺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南投縣議員曾崇愷 這民進黨的 他說林坤毅是現任草屯鎮農會理事長 不僅曾被媒體爆出二零一一年 在酒店打人 草屯農會過去爆發炸彈案 農會選舉過程更曾發生 檢信議員遭受暴力事件 攻擊等事件 那再請教一下這個陳鎮長 這個事情你有了解 我了解 草屯農會的競爭非常的激烈 然後之前呢 也發生過這個抄帶的問題 那牽涉的主角除了林坤毅以外 還有另一個更有名的這個名人 就是江青梁先生 那他跟林坤毅長時間合作 在草屯陣農會的選舉 那在上一屆草屯陣農會的選舉 包括這個檢信議員 他當時也是現任的現議員 他被毆打五折 然後還有一個前副議長 南德鎮的前副議長 他的車子也被撞 所以注意到 車子被撞 所以說取車牌號碼 車子被撞 相關的這個紀錄 確實會使人心生害怕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記者 他就報導 草屯陣農會選舉的相關事情 也是被打的頭過血流 所以說這樣子的一個集團 而且身兼 重要是他身兼許淑華的重要幹部 他是許淑華的 競選總部的副主任委員 是一個非常排前面的一個重要的幹部 那如果許淑華將來有當選的話 其實競選副主委這樣的名號 就足以讓他在外面 可以去代表許淑華喬事情 而不需要許淑華來出面 大家一定會進他三分 雖然我們現在很害怕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恐懼 止於我們就好了 止於我們就好了 但是如果讓他們光明正大了 走進去南投縣政府的縣政團隊的話 以後接下來四年 甚至八年 所有的南投縣政府 都要跟這樣的恐懼為伍 那你剛剛講說那個炸代案 金額多少錢知道嗎 上億 上億 是好幾億的 然後這個相關的這個呆帳 目前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相關的這個司法的程序 都一直在進行這個調查跟訴訟當中 記者被打的頭破血流 是報導了什麼事情啊 他只是報導說草屯陣容會的選舉 黑影窗窗 大概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影射性的一個話題而已 然後就被打了頭破血流 那後來這個記者有報案嗎 有 有報案 那報案有破案嗎 後來 實際動手的人都有被抓獲 也有經過審判之後做一些相關的判刑 但是這些都是被叫說的啦 所以打記者有幾個人 根據判決書 大概有四個人 四個人 都年輕人就對了 沒有 四五十歲 OK 那你討好說車子被撞 是誰的車子被撞 前副議長 前副議長 為什麼 簡姓的前副議長 他們跟江青梁跟林坤毅是不同派 在草屯陣容會的選舉 是不同派別的 他們選一個是競爭關係 對 所以再一次證明了 他們會對有競爭關係的人 做一個動手 有些不利的動作 就算你是現任的議員 就算你幹過副議長 他也沒你怕的 你們在選舉其實蠻害怕的 所以就算他沒有跟我們 搜尋車牌號碼 我們本來就會比較謹慎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的過去 那他們這一次公然搜尋車牌 號碼的這個做法 確實讓裴惠 對 還有他的家人跟支持者 更加的擔心 但是就像我講 我們希望這些恐懼 就僅止於這一次的選戰就好了 我們不希望這個恐懼 帶進去南投縣政府 來危害我們所有的南投縣民 四年甚至八年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對於 考車牌號碼被揭露 林坤毅以草屯 惠德公董事兼總務組組長的名義 發出聲明 辯稱說 是因為在保安宮看到南投少見的豪華名車 一問才知道是菜培會的坐車 事實上他是那個路虎 Rover 自己是惠德公董事 依照廟方禮儀 會主動瞭解明代跟參選人的坐車 才會在群組詢問 以便將來安排貴賓停車位 接著又辯解 參選人的車牌號碼都不是機密 反向菜培會陣營 問個車牌就是恐嚇綠色恐怖 進入南投縣 那我想請問大家 如果你要問人家的車號 你會直接打電話說 那個仁俊 你車牌貴賣貴賣貴賣 你給我一個 因為我要幫你安排你的車位 還是說我來認識一個群組 我問大家 你會覺得怎麼樣 那個群組跟我又沒有關係 對啊 你要問也是直接問我的人嗎 就像我們到任何地方去 老實講有些廟方 或有些活動主辦單位 他確實會為了說 讓你方便或什麼 他會事先安排 但問題是你看這個的搶和 跟他所發言的那個狀況 確實跟他要安排 這件事情是八竿子打不著 所以我覺得不會 外界會有這種聯想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就選戰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老實講 我不認為其他陣營能看到這個 會覺得是友善的原因 是因為 不要講說他過去過往的紀錄 就這個東西一看 是一個不是很光明正大 為什麼 他那個場合是說 你今天有去抄燉 什麼工的那個什麼 是人已經去現場以後 你叫大家去找他的車 我講實話 你這個幾個 這些群組裡面 你說幾百人 你知道這些人會用抱著什麼心態去嗎 好 這邊看起來就不會是蔡白會的支持者 好 來 那這個叫林坤毅 林坤毅按照新聞 說為什麼藍綠議員在酒店幹假呢 因為這事情發生二零一年 因為這個 那時候討論就是小英勝殺國民小學 這種事情要講白了 小英勝殺差 然後綠營的議員就不想跟他討論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要先走了 這樣不行 就出去了 這種情形 其實你記不記得跟過去在這個國民黨黑金時代的政太極很像 平東那個時候被叫做黑金的故鄉 一個很純樸的農業縣 觀光線 跟南投有沒有很像 有 可是那個時候因為都沒有政黨輪替 都國民黨縣長議長都把持 所以貪污舞弊恨行 那時候政太極是這樣 議員你不高興 你把我扯動 不照我的意思走 就現場就公然就打了 然後這個記者也是 就跟這個南投的情況一模一樣 也是不符合這個政太極意識的 他就是絕對對你自己加以暴力 所以剛才我們這個積極鎮的這個 陳政長講的東西 確實是要擔心 因為南投非常多年沒有政黨輪替 對 所以在那個地方你看炸彈 暴力 攻擊 不管你是無差別的 你是民意代表公眾人物 或是一般的消息民 他都照打就對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認為南投的民眾一定要覺醒 屏東人覺醒 就要屏東都變五星級 建設五星級 發展五星級 政治親民 那你看那個時候才十幾二十年前 黑金的故鄉 你南投現在這麼漂亮 你看看電影 這樣的劇情 以前因為都太重 沒人注意 現在是豪宅有在選縣長 然後鄭大哥節目 願意報導 所以我認為縣民要做個明確的選擇 要扭轉這樣的推勢 來 豪宅老師 不可想像 我們到南投有日月潭 風景秀麗 怎麼會做 怎麼感覺在南投從政要隱文雲武 不但要能打 也敢打 我覺得這什麼時代 台灣的 不應該有這樣 政治文化還有這樣子 不跟他討論政治不行 不行 必然你一定要討論 不跟我談我就打你 這什麼邏輯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台灣民主化到今天 怎麼還會有南投這個地方 他們還有地方也類似 例如說國民黨長期執政的華蓮 也是如此 他們就是他們一脈家族 都是在那邊壟斷政治 所以我真的覺得 給南投一個機會 我覺得也給蔡培惠一個機會 他可以翻轉南投 我覺得我覺得南投再這樣下去 不可能進步 你有開車嗎 有啊 搞不好群組在討論你的車號 那我會嚇死啊 那我一定會坐捷運 我怎麼敢開車 大家都在討論我的車牌 我怎麼敢 一定有什麼不公開 不是啦 他是要 幫你準備一個貴賓車 別假的 別假的 誰信啊 我覺得這個誰會相信 我前客人要降雨 我再看過你車牌 我再看過你車牌 我再看過你車牌